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午安 歡迎大家今天參加 由香港視覺藝術中心主辦的講座 《開港 圖繪香港 繪畫香港的圖像簡史》 今天這個是康文署娛樂頻道 互動加01的節目 觀眾可以在網上跟我們即時互動 在節目開始之前提醒一下網上的觀眾 要開啟無線網絡 確定自己有穩定及足夠的流動數據 今天的節目大概長約一個小時 最後會有問答環節 網上的觀眾可以留言 我們會代為發問 今天我們很高興可以請到梁基永的博士 作為我們今天的演講嘉賓 梁基永博士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 他身兼書畫家及歷史學者 他多年來一直研究廣東歷史及美術史的研究 出版了很多相關的著作 除了研究之外 他還非常擅長繪畫 他私從黎雄才學習山水畫 現在是香港天風畫會的主席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副研究院 香港古琴研究會的會長 今天的講座 他將會回顧香港圖像繪畫的100多年歷史 結合他個人的寫生經歷 講下繪畫香港的感受 現在的時間就交給梁博士了 有請 各位五案 首先歡迎大家帶著微涼的午後來到視角藝術中心 其實近幾年各種各樣的講座 都做過很多次 今次視角藝術中心的邀約 他說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我想一下說些甚麼呢 我想到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題目 就是他畫香港的一個圖像 因為這題目是可以在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內講的 因為之前的講座 基本上有時候都是講兩個小時 因為這個歷史不長不短 可以剛剛好適合大家在一個小時以來 簡單地回顧一下這段歷史 其實是相當之有趣的 因為最近在中文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 剛剛坐在我旁邊的 也是一位 香港有一位大學教藝術史的一個朋友 我們談了上來 他說我剛剛在做這個送王台 那些人畫送王台這個山的歷史 我就跟他談了上來 我說你有沒有發現香港的早期的 描繪香港的畫像是甚麼 因為大部分人都只會去找一些開剖初期 歐洲人來到這裡畫的香港 但是再做一些的時候 說有沒有呢 很多人就會有些圖像就會忽略了 所以我這裡就從我能夠找到的資料 帶給大家去歐勒一下 就是說究竟從最早有畫香港本地的景物的 這段歷史是一直是怎樣發展過來的 因為到中我們今時今日有很多人去畫 你有你畫獅子山 我有我畫大嶼山 但是好像我們今天已經變成了一種習以為常 但是這個繪畫香港的歷史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現在帶大家來整理一下 我的PPT的開頭 作為背景的這幅 就拋磚引玉 這個是小弟畫的 我畫的這個地方是很少人去畫的 因為我選一些比較冷門的 作為一個開場白 這個是我畫的大刀人 這個山在香港就不是那麼多人會走 因為它沒有其他山的知名度那麼高 但是我走過兩次 我覺得它的景物非常好 甚至我認為比起華山一些明山大村都不差 正如黃波爺先生所說 香港的很多山其實真的很漂亮 不會輸給一些大山大嶺 那麼大刀人就是很有這個大山的氣勢 所以我特意將它畫得很紅壯很挺拔 而且事實上大刀人山是很險峻的 左下角可以看到依稀有一些圍牆 那裡頭有一些樹然後有一個寺院 那這個也是實境來的 因為大刀人山的下面就是寧雲寺 那在寧雲寺那裡就可以沿著路路上山 那它是很險峻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走過 如果沒有的話可以去試一下 你就會發現我講的是 它真的有某幾段山勢 是很像華山那樣的 是很險峻的 那也都帶出一個話題 就是說究竟我們繪畫香港的時候 有些什麼本地的特色呢 有些什麼是我們自己獨有的呢 我覺得保佑這些特色才是很重要的 好了 那作為引起大家的話題 那最近一張一場 據說說歷史上最大的蠔雨 一場黑色的暴雨 洗一幅香港的舊帽 再次顯然在很多人的眼前 在網絡上這幾張圖片就廣為流傳 就是下面這一張 就說下雨後的華富村的瀑布 就是這樣的 那跟之前在愛術館保存的上面的 這張瀑布灣的瀑布 居然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我們知道如果是好天的時候 這個瀑布是多了一條線的水 很多人就覺得 哇 當時的那些 鬼佬騙我們 你看看哪有這麼大的水 上面那裡有多大的水 怎麼會有這麼多水呢 原來真的落完一場蠔雨之後 原來這個瀑布真的有這麼多的 有這麼大的水 那上面的圖上面這一張 就是創作1840年以前的一幅畫 估計它產生的年代 有些學者說它可以早到1810年 即是說香港開埠以前就已經畫了 那大家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既然那時候在香港開埠之前 為什麼就會有人去華富邨的這個瀑布呢 是因為西方人之所以很熟悉香港這個小島 就是因為這個瀑布引起的 因為這條瀑布是當時一個穩定 而且可靠的水源 一個淡水的水源 而且它剛所在的位置 是剛好可以停船去拿水的 所以當時來到廣東 經過這裡稍微停泊的一些外洋 在歐洲來的船 他們就會喜歡在這個瀑布拿水 他們喜歡這裡的水是很甜很香的 所以有一種說法就是 將那一條河叫做香江 所以這是香港最早的來源 當然這是有相確的 現在未確定的一個說法 因為我們廣東人很少將一條很小的河叫做江 因為我們很少有這樣的說法 因為我們有很多江 那條怎麼可以稱之為江呢 所以這個當然是只是一種說法 但是怎樣都好 就是說因為這一條小河 而使得歐洲人注意了這個地方 而使他們以後會產生了 將這個地方具為己有的想法 這是肯定的事實 所以這幅圖其實是比較早期的 歐洲人他認識香港的一個開始 當然這一場豪語也使得他再次湧現在我們的眼前 喚起我們的記憶 但是我們要說的就是說 真真正正香港本地的一個地方 他之所以被顯現在圖像上的歷史 其實不是很久遠而已 因為當然香港這個地方是人類活動 就已經有幾千年 甚至有些人說可以有到差不多上萬年的歷史 因為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有人在這裡生活了 但是新石器時代的人也好 甚至去到唐代、宋代的時候也好 是不會有人去故意留下這個地方的影像 有任何的圖像 因為這個地方實在是一個海濱的漁村 沒有什麼值得專門去描繪的 那麼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 最早有關於目前香港地界裡面的圖像資料 就只能夠追溯到去明代或者清代初年 大部分的比較早期粗糙的圖像 就是我現在看到的好像類似這種 在地方節的地圖冊裡面保存的香港部分的畫像 但是這一部分的畫像 在最早的時候它是表現得非常之原始 和非常之簡單的 我們看看現在這張圖就是繪計於清代康熙二十七年 即是1688年的新安園寺 這個新安園寺全世界只有一套 現在保存在國家圖書館 那它當時就是因為每個地方編成了自己的園寺 它都要將一套證本送去北京交給皇宮保存 這樣保存下來是唯一的一套 現在在國家圖書館裡面 這個園寺裡面其中有部分 因為香港是屬於新安園的 在明朝末年到清朝都是屬於新安園的 所以裡頭有很多地方 當然現在放大了未必看得很清楚 譬如我現在手指的地方是急水門 急水門就是現在青馬大橋所在的位置 另外還有一些相關的 現在去到圓圈這裡已經出了香港的範圍 那裡是屬於大鵬鎖 左邊這個反轉頭的這幾個字是反轉的 是杯渡山 杯渡山就是屯門的青山 你看青山在這個位置 這裡是杯渡山 我們看到這個山在這裡是有點尖尖的 他就是因為要描繪出青山的山勢上面是尖的 因為青山是稱為香港的三尖之一 所以他的山勢在這裡是有描繪的 我們看看旁邊的山沒有那麼尖尖的 在杯渡山的位置 旁邊那一座是大霧山 杯渡山和大霧山都將山勢描繪成為比較尖尖的 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原始和非常早期的 對於香港景物的一些描繪 但是我們就將他 如果再早的話 其實不單止是康熙27年的這個圖 如果再早的話 去到明朝嘉靖年間的酬海圖片裡面 都有類似的描繪 但是他就沒有這個那麼細緻 你可以看到他對這個山勢的描繪是很細緻的 如果去到明朝的時候他就很寒貨了 所有的山他都是長一個樣子的 但是嚴格來說 這個也不算是太具體的 而且他不是一個我們要注意到 他跟我們今天坐在這個地方所強調的藝術 是暫時有兩回事 因為他不是一個藝術性的描繪 好了 我們來看看 現在我們說最早的出現在圖像中的 香港地區的山水繪畫 就是這個嘉慶十四年 即是1819年的新安原寺裡面的新安八景圖 新安八景裡面有三個景物 是在今天香港的境內的 這個也是藝術所見的最早的 是具備藝術性的描繪香港地區風景的 一個版畫作品 其中呢 我們現在選了兩個 一個是他叫做《蠔陽金墓》 《蠔陽金墓》 這個地面有爭議的 有些學者認為他就是我們剛才第一張圖裡面 所見到的那個華富邨的墓墓 但是也有學者是不同意的 就說這個《蠔陽金墓》不應該在今天的香港的範圍內 我認真地看了一下兩種版本的原字 因為他對這個瀑布的具體的位置的描繪 就不是很準確 他只是說在 他只是說明一點 他就說這個瀑布是鑄入海的 直接是在山上流入大海的 如果從這個來看華富邨的瀑布是具有這個特徵 因為我們知道香港境內的瀑布有很多 例如比較有名的新良潭、大嶼山 有很多瀑布 但是這些瀑布都不是直接入海的 只有華富邨這個瀑布 確實是直接流出去就是海的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圖像上面的這個 這裡只是裏段的半幅 它其實是兩幅對開 一併為一幅的 為了圖像上的方便 我將它截了水面的這一半幅 它在山上直接流入海 所以已經在海面上有一點點的帆船 這裡所表現出來的景物 確實是比較近似於我們在第一圖裡見到的瀑布 而且它更有著名是金瀑布 金姐是甜的 由於香港仔華富邨的這個瀑布的水質當時是很好的 所以為什麼那些歐洲人喜歡來這裡拿水呢 就說它的水很甜美 所以這也是符合這個條件的 不過今天就已經不行了 我去那裡看過 今天是完全不可以喝的 因為我是一個對於山水 我不是說畫畫的那些山水 對於山上的水 我是一個比較留心的人 因為我是去不同的地方 我都看它的水質 我發現那裡的水質 現在是完全不適合飲用的 即使你是無論如何過濾 都不可以喝的 那裡的水質不知道什麼原因 是污染了的 我們再看看下一幅 這個《新安八景》裡面的版畫 它是第一次用具體的藝術化的圖像 是展現香港境內的山水而已 但是它用的就是傳統的 所謂的四黃一路的文人山水 基本上都是一些 它用畫江南的山的辦法來表現的 我們看到山上的樹木就不太多 光韜韜 大家不要以為我們現在有很多山 有很多樹的 為什麼當時是這麼少的樹 我們要知道 香港島在開埠以前真的沒有樹的 光韜韜的 這個和大家的認知是不一樣的 香港島上我們現在看到周圍都是樹 這個是因為英國人來了之後 他們很喜歡種樹 所以他們整個香港島 基本上都是種滿樹 其實在早期的時候 如果各位去新界 我們在羅湖過關的時候 你抬頭看看山是沒有樹的 好像大都人一樣沒有樹的 原來以前的山大部分都是沒有樹的 是人工再加上天然的作用 互相才會使得很多樹 所以以前可能山上是真的很少樹的 這個不奇怪的 這幅就是新安八景裏面的杯道禅宗 杯道禅宗就是青山禅宴 就是杯道山上的一個禅宴 這個山上面我們看到有少少屋 有一條路斜斜的上去 就是我們今天的青山禅宴的那個位置 他畫的這個山就是選取了裡面的一個 山坳裡面的一個 但是如果我們掩蓋這個標題 告訴你這是任何一個 中國的山上的寺院都是成立的 因為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地標性 沒有什麼指標意義的 你看下去基本上是看不出來的 但是我說對於後來的描畫香港的國畫來講 他可以說是一種預言性的序曲 因為在自此以後出現的第一批畫香港的畫家的作品 他們來這個手法其實就沒有太大的差別 從1815年我們就說到1841年 在1841年香港就正式開埠了 在這個前面已經出現了一些歐洲畫家畫香港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第一幅的那個瀑布 因為歐洲人很早就已經注意了附近的一些景物 除了前面講的那個失明的畫家所畫的瀑布灣的小風景之外 比較早期的有名的畫香港的作品 有名的畫家包括有英國的叫做阿羅姆 阿羅姆他的系列作品裡面有一兩幅是被視為經典的畫香港的作品 其中就包括了這一幅 這幅是我上個月在巴黎的一次古書展覽裡面 剛好有一個來自德國的一個書箱 他拿了一套阿羅姆的畫 那我就很開心 這個是我即時用手機在他那裡拍的 那實際上這幅畫如果你找其他的圖冊都是有的 阿羅姆他畫香港的畫有兩幅是比較有名的 其中這個是第一幅 第二幅就是反映香港島上面最早開埠初期的 用竹管來引水的這個系統 那這幅是比較有名的 那反而這一幅就比較少見一點了 這一幅反映的是什麼呢 這幅反映的是當時還未屬於英國範圍內的九龍半島 很望向香港島的景色 另外那一幅就是在香港島畫的 那一幅就是在開埠初期因為缺乏飲用水 那些香港早期的居民 他們就用竹刷的管 就在山上將山水引下來使用 那一幅我本來有原件 但是因為我要做這些PVP的時候 我不是在家裡 我在歐洲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幅 這一幅也是很特別的 它是反映在九龍半島 望向香港島 這些人當時還在華界的 那阿羅姆呢 他就選取這個角度 是剛剛可以望到香港島的全貌 而且我們看到海面上有很多很多的帆船 這些帆船大部分是來自於法國、英國 他們的雙船和軍艦 他們當時停泊在現在的湾仔 會展一帶 那現在新出來的這裡 應該就是我們被稱為大包米的 以前在尖沙咀 現在相當於天文台附近的那個山 一個矮矮的山上 因為他是突出海岸 可以看到對面的樣子 阿羅姆很奇怪 他畫了很多有關中國的景物 其中有關於廣州 還有有關於澳門的很多 但是這個畫家是沒有來過中國的 他是沒有來過中國的 他完全是依靠當時的水兵、商人 那些來到的旅行者 他通過他們的掌握來表現出來的 所以他好料不起的 他完全沒有來過的 我查過資料 他是沒有來過 但是他也可以畫到這樣 而且是準確度比較高的 如果我們今天在尖沙咀看過去的話 他的山勢依稀仍是看到這樣 也可以證明當時跟他提供素材的人 是畫得很準確的 否則他就表現不了這樣 我們前面說了 就是在開埠之後 很快就已經在中環上環一帶 已經建築了街道 有人了 所以是1850至1860 英國人就畫了很多開埠初期的街景 當時最大最美的街就是今天的皇后大道 這一段就靠皇后大道 在大陸中一帶是屬於英國人的範圍 大部分都是商行和早期的一些銀行 但是在下環一帶 就是今天的灣仔 金鐘這一邊 從金鐘到灣仔 就是中國人的社區 中國人的社區 反而就有很多來到香港的西方 他們很感興趣 因為如果在中環弄得好像倫敦那樣的街道 對他們來說實在是沒有什麼奇怪 但是他們很喜歡去走在下環 即是今天有灣仔 或者是上環、西環一帶 因為那裡是中國人聚居的地方 他們覺得很感興趣 他們就看看中國人的社區是怎樣的 所以現在我表現的這一幅 是一個叫Edward的一個畫家 他在1860年畫的皇后大道 近著下環一帶 是香港藝術館的一個藏品 當時已經建了很多兩層的店鋪 不是今天我們看到那些僅存的騎樓 騎樓是很厚的 他拆了這些之後再建才到騎樓 他們第一代的店鋪很低矮 很多的炎篷伸到很高伸出來的 在街上大部分都是華人 因為西方人很少會走到那裡 這就是出於一種他們的獵旗的心理 去描繪當時一帶的景色 我們會發現在整個開埠初期 到辛亥革命以前 也就是說1840到1911年 這60年間裡面 很奇怪的 只有外國的 我們只是看到外國的人 描繪的香港 就 從今為止我們都還沒發現 在這段期間裡面 有 由華人畫家 創作的香港題材的作品 我們暫時還沒發現 或者會有 但是我想這個要發現的難度是很高的 為什麼呢 就是說 當時是很少有 明畫家來到香港 還有他們會願意為這裏而畫 原因是什麼呢 很簡單 就是說 因為這個地方根本就沒有什麼 遊覽的價值 沒有遊覽的價值 沒有遊覽的價值 唯一有些地標性 有歷史含義的地方 在哪裡呢 是宋王台 所以宋王台在辛亥革命以後 爆發以後 就會有很多人在南下居住 這個時候 就開始產生了一些 文化名人在這裏定居 這個時候 他們就會去 這些文化名人 他們就不同 以前來的都是商人 來賺食 這樣子 他們會去做一些 他們認為有些意義的事情 其中之一就是 他們要畫本地的東西 這個就產生了最早的 一些名家畫香港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幅 在1917年 被繪畫的宋王台 你現在已經有一百多年了 他的作者是伍德爾 伍德爾是居廉的學生 他就是姓五的 是怡和家族的後人 這個怡和不是我們今天的渣點洋行 是當時第一代的 十三行之一的五家 他是一個有錢公子 他畫的這個宋王台 這幅畫是在很多的香港歷史的 舊的圖片裏面 都可以找到的 在一百多年前 本來這個所在的山 就差點被推平的 當時香港政府將他這塊地 公務局就已經批了出去 準備放出來投標 想將這個地方賣 因為當時九龍已經開始多人住了 接著九龍城那邊 也開始很多人聚居 他們想將這個山推平了 然後用來托闊 當時就驚動了來到香港的一群清朝的遺民 包括賴濟熙 陳百圖 他們就覺得 這個山上面 這個山叫做宋王台 因為南宋的時候 皇帝在這裡住過 因為這是建於正史的 不是傳說 正史裡面說 南宋的朝廷 他們最後在香港是住過一段時間 住過有三個月的時間 最初住的地方是淺灣 淺灣就是今天的泉灣 住了泉灣之後 他們後來就搬去官庫山 也就是宋王台這個地方 他們住過這個 在正史裡有記載 就是兩個地方 而且前後住了三個月 所以這個 宋王台這個地名 以及這塊石 所在這個山的位置 是很有歷史意義的 當時 因為政府已經批出了這塊地 即使我們今天所說的 已經勾了出去 隨時可能被推平 所以他們這群人 就很熱心地 周圍向社會宣講這塊地 對於香港歷史的意義 也驚動了當時後的香港總督 後來港督 公務局也因為這件事 他認為是跟中國人搞好關係的一個很重要 他將它提到這個高度上去做 所以就正式批復 叫公務局保留這塊地 即是劃定這塊地 是不可以再動的 從那時候開始 這群遺民 他們不滿足於保存 他們就自己籌錢 賴仔熙就聘請他的一個同鄉 叫做李瑞琴的人 就在石頭旁邊 我們看到石頭有石頭的欄杆 這裏下面還有一個牌坊 他就聘請他出錢 修建了這個欄杆 山路和牌坊 讓後來的遊客 可以沿著石級 慢慢地走下去 當時就是一個很有名的景觀 這也是香港歷史上 第一次有文物保護意識的運動 之前是從來沒有的 因為大家覺得這個地方有什麼文化 這個地方哪有歷史 這個時候就有了 既然有歷史 有畫家就在他畫 所以這幅畫畫的年代是很確切的 他就剛剛出現在這個樓梯 牌坊、欄杆 都做好了的一個時間 這個也是標誌著 香港開始有一些文化人 開始有畫家 他們一起會為一些香港有地標性的東西 作為圖像 所以這個在圖像史上和歷史上是很重要的 好了 在1911年之後 來到香港的人 其實不僅有廣東人 甚至已經出現了 有一些是廣東以外的外省的畫家 他們來到香港 也都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只是好奇地走一走一走 他們甚至會來到一住住一段時間 譬如有兩個大家很熟悉的 一個是黃彬鴻 一個是張大千 黃彬鴻來到香港 他是在1935年 他是住在東山台 現在在灣仔的半山 一條街 他住在東山台的時候 黃彬鴻來到這裡的時候 他就經常在香港島 和九龍一帶刮捨生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廣東省博物館 浙江博物館 是浙江博物館收藏的香港社生圖冊 裡面我選取了兩幅 其中的第一幅 他說九龍貝山面水 在香港的對岸 他好像阿朗吳 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的視覺竟然跟阿朗吳一樣 他在九龍半島這邊畫 這裡是近的 是九龍半島 然後看到對面那裡 是香港島 他說這裡是在九龍亡過香港島 但是如果我們再看看前一點 我們看看這幅構圖 跟他其實都很相似的 都是一個海灣 選取了前面一個前景 然後遠一點做背景 因為他們前後 都是採取了傳統的 這種一河兩岸的構圖方法 這是另外一幅香港社生圖冊 這幅圖裡面 黃斌雄去得更遠 他說是大足島 黃澎灣在九龍東北的海口 即是現在在哪裏 即是現在在石礦場里漁門那邊 已經去到很偏遠了 我們看看這幅圖 他真的有很認真地觀察過 你看看在這個圖冊裡面 香港海邊的那種 大的很淪汹的那些岩石 還有他套進去的那些 好像峽灣那樣的地方 他是有很認真地描繪的 那麼這個就開始出現了一些 寫實性的香港本地的一些風景 另外一位大師張大千 他來到香港 他來了很多次的 差不多在黃斌雄來的同時 張大千也來到 是1935年的時候 當時是黃邦也陪同他 在香港畫了很多的寫生 留下的作品是很多的 這一幅就是廣東省貨物館收藏的 一個寫生冊 裡面的其中一幅 他這裡畫的是 哪裡? 他畫的是青山蟬園 這個青山蟬園 我們看到他畫的是近景 有些屋 看到這間屋後面 有一個沾沾的山 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 青山的一個山頂 因為張大千 其實我們要知道 張大千跟香港的姻緣是很深厚的 他住得最長的是什麼時候呢? 他住得最長的是1949年到1950年 這兩年 他幾乎全年都是住在香港的 他住在哪裡呢? 他是住在史塔道... 不是,對不起,講錯了 是纜車道一號 因為我的藏品裡面 有一個很特別的信封 是別人寫信寫給他的 地址就寫香港纜車道一號 張大千先生 我一直不知道這是什麼地址 纜車道一號 我現在去看 人地全非 地方都換了 後來我終於問到 一個當年的學生 李喬峰 他跟我說 我哪裏是纜車道一號 他一口一說出來 他說是董浩雲的家 即是董兵華老爸的家 他來到香港就一直住在纜車道那裡 當然這個是他早點的 這個是他三、六年來的時候 所見到的青山蟬縣 我們再看看這一幅 這幅他畫的是太平山 他說太平山秋天的時候 張大千說他就是這樣 張大千對於太平山 他的評價很高 他說什麼呢 他說太平山有黃山的氣勢 大家不要以為他是吹捧 當然張大千對於太平山很厲害 其實我在這一兩年行山的過程中 我發現其實廣島的山 有很多地方是非常有大山的氣勢的 我記得有一次在柏架山 某一個山崖 我在那裡休息的時候 我發現他跟廬山的含波口 是非常相似的 因為那一個懸崖巨石伸出來 然後後面是幾層的山 看過去其實那個氣勢是很好的 如果你的想像再豐富的話 你可以將後面的海灣一起畫 很符合中國畫裡面的那種很奇特的視覺 和構圖 我們看看張大千是他處理的太平山 他就突出了山上的蟲樹 那種平平的頂的蟲樹 和大塊大塊的岩石 突出來的那些 當然你可以說 那樣就像石頭 當然是 他以一種像石頭的畫法 來表現了太平山 但是他大部分的 我們講的大部分的意思都是石頭 但是其實他後來的作品裡面 也有用他後來的技法來畫的太平山 但是除了張麗千、黃彬雄 這些北方的名家之外 其實更多的是我們廣東本土的畫家 因為當時陪他遊的就是著名的畫家王般若 還有黃君碧 他們兩個是跟他一起遊的 兩個人都是屬於國畫研究會 民國初期的一個很有名的畫家組織的成員 他們代表的是傳統的技法 這個群體我們留意到 他有很多畫家後來都是定居香港的 比我們後面還會介紹到的鄧薰、李鳳公、梁伯宇 所以他們畫香港的題材作品是很豐富的 其中黃波也 可以說是第一代本土香港畫家的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因為他本身就是東莞人 東莞和香港在地理上和在人物形同上 本來是很接近的 這是他畫的一個風光 這是廣州藝術博物院藏的一個藏品 這個島我們今天叫做斬頸洲 因為它在上面那裡 它是一個島上的巨石好像被人斬了一條頸 這個地方叫做斬頸洲 我們要注意到 從一九一幾年的時候開始有一個區別 就是說這個時候的畫家去到五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時候 他們不僅僅關注那些有名的景點 他們開始看到一些完全不見經傳的 一些小的景點 好像這個島一樣 已經是平平無奇 但是他們都會開始去匯劃 這個就是預視著一個新的年代的開始 而且香港不僅是有自然界的山、海、有些奇景 但是香港還有它更加動人的一面就是什麼 隨著五十年代開始香港的城市 開始越來越漂亮了 城市的面貌也是香港吸引人的地方 如果我們說說從山換水的話 就不會有人專門在外國飛到這裡看香港的山水 不如去其他地方看好 所以怎樣將這個城市的面貌開始表現呢 我們發現就是從黃邦爺的年代開始 因為我們前面看到張大千、黃斌雄 他們留意的還是自然風光 黃邦爺可以說是第一個留心到香港繁華的建築物的著名畫家 我們看看這個作品裡面 它是描繪了太平山 它背後是太平山 前面有船 但是山的下面是密密麻麻的屋 這些密麻麻的小小的屋 這個就是抗戰前的香港 我們看到是煙霧迷離的 其實扯遠一點說就是最近幾年很紅的攝影的名家就是何凡 我留意到在何凡他自己的描繪裡面 他說我的作品裡面很多都是煙霧迷蒙的 大家有沒有印象 他的作品裡面很多都是煙霧迷蒙的 海面上也是這樣 城市裡面也是這樣 街巷裡面也是這樣 在我的童年的時期的記憶之中 就是說一到早上或者晚上 街上就會有一些煙 真正是吹煙來的 因為那時候還有很多人是燒煤 燒柴 混合著水晶器 各種各樣的燒不同的東西就會有煙 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就是這樣 一到煮飯的時候 家家就會有這種煙飄出來 城市裡面有一種煙霧 混合著自然界煙霧的氣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那個情境 但是現在我們就不會再有吹煙了 現在除非你家裡有吹煙的話 就會有消防的警鐘會響 你不會再有人有吹煙 這個風景就已經失去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另外一幅送忘台 這個時間已經到了1931年 這個作品是首次公開面世的 他就是一個國外研究會的另一個成員 叫做葉大章 他畫的一個宋皇台圖卷 這個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繼1917年五德兒之後 全世最早的 是以公勢去描繪宋皇台這個風景 這個是很現實的畫的 這個圖卷很長的 我現在只是選出其中的一段 這個我是在葉大章的女兒的家裡 在裡面看到他保存他爸爸的一幅畫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的宋皇台這塊石在哪裡 在中間這裡 山上的這塊大石就是後來被炸平了 那塊大的宋皇台那塊石 很可惜的是在抗戰之後 這塊大石就被人炸了 因為日本人要在這裡擴建啟德機場 他發現這塊石很雅定 根本就阻礙了飛機的起降 所以日本人就把這塊石剷平了 鄧薰是以畫人物著稱的一位畫家 在香港歷史上也很有名 但是由於他經常在當時的銅鑼灣 在香港的避風塘一帶 不是銅鑼灣 他當時的避風塘是在現在的西環那一邊的 石塘咀附近的 當時因為這裡是繼承了廣州那些花艇的風氣 即是那些風月場所來的 所以在抗戰之前 在1930年代之前 這裡一到晚上一刻興亡到不得了 所有的船上燈火通明 是燒金窩來的 那些有錢家的公子 在上面不惜一晚一紮千金 去哄自己喜歡的那些銘技 去開心 這個景色在當時是一道風景線 它是繼承了廣州的風景 廣州是更加誇張的 廣州在塵塘那邊 就擺滿了這些船 香港的早期的生活方式完全是Copy廣州的 所以這個畫裡面看到的 船上那些是摩登的女郎 不是古裝的 穿著旗袍的 是摩登的那些女郎 在一排一排的船 就匯集在當時 這個就是最早出現的時裝人物 而配搭香港風景的一個作品 這個是香港藝術館所收藏 在1940到1950年代 在新界一帶 甚至是一些比較偏僻的 以前不為人所注意的地方 也開始有畫家 開始去描繪了 譬如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就是羅宿仲 所畫的 叫做 荃灣探梅圖 我們看看荃灣這個地方 以前根本就不會有人去留意的 因為荃灣的興起 是去到1980年代之前 1980年代之前 香港人是不會 除非你在那裡是本地人 否則是絕對不會去荃灣這些地方 因為覺得荃灣有什麼好玩呢 但是到1940、1950年代 所以隨著城市逐漸擴大 那些文人和畫家 就開始留意到一些 他們以前不注意的地方 荃灣也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這個畫的就是哪裡呢 就是我們今天說的 荃灣老圍一帶 即是 現在那個 叫做什麼 東普堂 後面那一帶的景色 那這裡有一些 很老的梅花鼠 我去過那裡看過 現在已經沒有梅花了 一棵都找不到 但是如果要洗梅花 就要去到再上 要去到草公潭那裡 才會有些細小的花 後面呢 有一個很高很高的山 那裡就是大帽山 我們前面說的這幾個 都是一些過畫研究會 屬於這個派別的一些畫家 但是實際上 當時在抗戰前 在廣州畫壇上 跟他們這幫人 並駕齊驅的 就有所謂的 嶺南派的畫家 就是 高健虎 高其鋒 陳樹仁 和他們的一幫學生 他們兩個派別之間 是互相競爭 互相辯論的 但是實際上 嶺南派的畫家 因為有很多 後來也都在香港居住的 我們最熟悉的 當然有兩位 趙少昂和楊善心 他們更多 在日本繪畫裡 學到的 光影和 混染的技術 來表現香港的景物 他們和前面所說的 鄧芬是不同的 他們更加喜歡描繪的就是 光和影 是怎樣表現在國畫裡 他們這種實驗 同樣獲得很好的效果 我們看到這一幅 是創造1960年代 趙少昂的大埔鎬海灣 大埔鎬海灣 當時沒有什麼現代的建築 全部都是漁船 漁船停泊的時候 我們看看它是描繪的那個 水面 那些船 在暗的光影下面 整個效果 這個畫 通常是整幅要掩咬他們畫 我們看到後面的那個天 那裡全部都是混染過的 這是中大文物館的一個藏品 在初期的香港的一些繪畫 大部分都是關注自然的風景 不論是新安八景也好 或者是張大千、黃彬鴻 所以他們都是以寫生畫的山、樹 那樣多的 但是從1950年代開始 我注意到畫家就開始關注到 這個人物的活動 在景物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又進入了一個新的年代 標誌著人和物景 同時作為香港的一些地標性的東西 那好像前面所說的 鄧芬她畫的那個 避風塘上面的那些人物 那這是一個例子 那在50年代開始 更加多的人會主動去關注住在這裡的普通的普羅市民 譬如我們看到有葉欣泉、黃彬鴻 他們就會畫這個風景裡面很多當代的人在這裡的活動 葉欣泉是一個漫畫家出身 他曾經畫過很多香港日常生活的景象 這一幅是香港中文大學收藏的一幅很有本地特色的 叫做收竹馬路 他所表現的就是因為50年代市區急劇膨脹來的人口太多了 要開更多的路 就開了一些押路機 就在這裡開闢馬路 這些場景 在張大千、黃彬鴻的眼裡 是不可能被畫進去 因為這個太不符合傳統的審美了 但是他們的眼光就很特別 因為他們是關注到在景物中的人 所以他們這就是反映當時城市的擴建 以及香港人在當時是怎樣去生活的 黃波爺更加有名的就是這幅畫 這幅畫我認為在香港的繪畫史上也是很重要的 他不僅僅畫過一次 他是反覆地畫過很多次 他表現的是什麼呢? 木屋區的大火 可能年紀比我大或者大一點的聽眾 可能都會對木屋區大火有好心的記憶 在我童年的時候 經常在電視上、報紙上 就會看到哪有木屋區的大火 哪有沒有大火 當然現在已經沒有這類的新聞了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了好像以前那麼多的木屋 現在的木屋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即使是大火 我們不會再這麼關注 但是在五十到六十年代 經常發生這種驚心動魄 甚至會奪去很多人生命的那些木屋的大火 黃波爺他畫過的好幾張題材作品 都是很精彩的 我們講的為什麼他講得很精彩呢? 就是我們看看上圖是一次比較大規模的大火 就是石結尾那次大火 那次傷亡是很慘重的 木屋區大部分都是在山裡面 所以黃波爺是留意到 他在背景裡面畫了大量的香港的山 我們如果不看這個火 我們會發現一個很寧靜的田園的風光 但是在這麼寧靜的田園的風光下面 他表現的是那種人間的慘烈 這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很濃烈的對比 在他另外一個構圖的作品裡 甚至是很認真地描述到大火裡面的那種灰盡 向著你撲面而來 表現那種慘烈的情景 這就是一個畫家的一種人民關懷的精神 也是當時香港的生活的場景 跟自然風光的一個很奇特的結合 這種奇特的結合 在中國畫史上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所以說它是很有香港本地的特色 因為這麼多密密麻麻的聚居的無屋區的場景 是很少出現的 我們說到1955到1970年代 因為當時香港的城市面貌也逐漸改觀 改觀的原因就是 去到70年代 因為經濟又是騰飛了 高樓大廈就取代了以前的騎樓 取代以前的小屋 所以香港人口的密集程度又增加了很多 畫家筆下就會更多注意到城市建築 因為你不可能再迴避這些東西 不可能再不畫這些東西 在早期的作品裡面 往往低矮的兩、三層的屋 就會被高樓大廈所取代了 現在就會面臨著很多畫家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現代的城市建築 是怎樣跟自然的環境再去融合 然後再表現在這個筆下 這是一個對於香港的畫家來講 是一個全新的課題來的 好像這個就是黃無邪的一個早期的作品 中大文物館所藏的 我們看看它是 在很遠的地方看下去的 港島南區的一些樓 它就很聰明地用了一個 大部分都是自然風光 而配小量的建築這樣的做法 因為對於凡是畫過國畫的人來說 都知道 畫大量的建築確實是很麻煩的 因為建築是要一條線一條線 一層樓一層樓 一個窗口這樣畫 但畫山水我就簡單 我一筆勾下來就是一個山 一筆勾下來就是一棵樹 這樣就簡單很多了 其中呂壽坤她畫的國畫圖像的轉型期 我認為她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繼黃波爺之後 呂壽坤更加喜歡用探索的方式 去表現在維港所見到的石屎森林 我們看到這個作品是去年出現在拍賣會上的 一個比較高價被人收購的作品 因為她早期是跟趙少王學畫的 所以我看到後面那座山的畫法 很有趙少王的影子 但是我們看到前景裡面 她表現的這個香港早期的石屎森林 是相當成功的 這個石屎森林和後面的太平山 所以形成的這幅畫面 在世界上都是獨一無二的 各位 因為她這個奇景 在一個海島上匯聚了這麼多的建築 而後面是一個宏大的山 作為背景 香港是得天獨厚的 你看曼赫頓是不會有的 你看東京是不會有的 你看倫敦是不會有的 這是屬於香港獨有的奇景 所以呂秀坤所選擇的這個 我們發現她在描繪上 無疑是比王波爺成功的 呂秀坤還有一個成功的地方 我們來看下一幅 這個也是以往的中國畫家所沒有的 夜景 而且是夜晚的都市的景象 因為我們知道 在中國畫裡面極少表現夜景 尤其是夜晚的城市的景象 之前是不會有任何先例的 你在戒指園裡面是找不到的 甚至你在民國初期的畫家裡面 他們都不會想到 怎樣去用夜晚來表現我們前面所說的這個景象 又有山、又有海、又有城市 是很複雜的 那麼這些景物怎樣在中國畫畫家下表現呢 就要靠你的人去想 因為全沒有先例可循的 呂秀坤就是走得比較先的一個畫家 那麼他在這個作品裡面 他是試探性地去表現了 夜晚那一刻的萬家燈火的一個奇景 那麼這個真的沒有的 沒有東西可以抄的 你只能夠靠你的想辦法去解決這些問題的 所以前面講到就是說 描繪香港也好 描繪其他城市也好 畫家就會面臨一個問題就是 如何寫實 然後又去到寫意呢 我們知道任何一種藝術去到某個階段 就會變成寫意 因為主要是反映現實 那麼別人會說你很爭辯 很落後 那麼我們前面所講的 我們前面看到就是 這些都是寫實性的描繪 那麼至於將他如何有雪昌抽離回來 抽象一些去表現呢 那麼大家就開始各有各的辦法去嘗試 譬如吳冠宗 他來到香港他畫的寫生 他就非常聰明 他就用他那些帶有他的符號的 那些流動的線條 點點點點那些彩色的點 他來表現維多利亞講的景物是豐富多變的 這一幅是他在香港藝術館的那個平台上面 就畫對面的景象 那麼我們看看他畫的真是很簡單 很抽象的辦法 那麼他畫香港還有其他的 那麼但是我們要知道 就是如果你太抽象太寫意 我就沒有辦法認得是香港了 是不是 如果我畫一個潑彩的作品來表現香港的話 那麼我多多少少你潑的地方 你都要告訴我它是什麼 如果不是我根本就分不清那個是青山 還是富士山 因為你撥起來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以呢 你儘管是抽象也好 或者是如何都好 那你總要有一些 表現Landmark的元素在裡面 這樣才可以 不然就會回到我們最初的話題 就是說 任何尖尖的東西都是山 它可能是青山 也都可能是富士山 所以呢 來到吳冠宗這個漸漸進入到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坐現實很近的這個年代 我們會發現就是說 有不同的畫家就開始用一些 他們自己的形式開始去畫香港 也是轉為一個多元化的年代 那麼 我們說回來 最後我們說到當代的畫家 他對繪畫香港的不同的嘗試 在老一輩的畫家裡面 在中年的畫家裡面 在青年的畫家裡面 他們都用他們自己的辦法 而且我們會發現 梅界、技法 他們都會有不同的 譬如我們看看 如果老一輩的 我現在說的是當代的 就是這些 那上面的這個 就是王孝葵先生 他最近這一幅 是比較引起關注的作品 因為他畫的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 他畫到的夜景 在夜晚刻 萬家燈火的時候 他選取了一個很聰明的角度 他就不像呂壽坤那樣在船上看 他就選擇在太平山頂那裡 然後看下來 看下來的時候 這種景象 大家是不會覺得陌生的 你會看到 當然這個是要花很多功夫的 如果你看完作 你會發現他真的一層一層的畫 一個窗口一個窗口這樣去畫 這個是一個非常艱苦的創作過程 這個是用攻勢的去表達 中間的這個圖 就是中大畢業的蔡德怡 他畫的是什麼呢 他畫的是 有些用功不重彩的方法 去表現的是油麻地的果欄 這個是一幅近作 只不過是局部 因為它的圖是圓形的 這個局部裡面 我們發現 他是很認真地畫出了果欄裡面 如果大家去到果欄 就會知道 它是一層舊的建築 全部都是戰前的 舊的建築 兩面都是金字頂的屋 然後中間很多人 慢慢地走 他是以一種類似於清明上河圖 這種探索 其實不是探索 是復古的手法 完全用古畫的... 咦?為什麼會這樣? 什麼事? 沒關係 他說是... 這是安全提示 好,沒關係 不好意思 他是以一種 清明上河圖式的手法 去表現果欄 這個也是很有趣的 因為清明上河圖 我們會太熟悉了 他是有些icon的性質 描繪都市的話 他用這種當然也是可以的 又好像下面這個圖 這個是最近在香港藝術館展出的 朱樂廷的一個作品裡面 我留意到 他其中的這一部分 是描繪的 是八仙嶺 如果大家在沙田這裡 看過去對岸 你就會很熟悉這個山的外形 但是他用的又是另一種手法 有點像... 我們現在看到 好像是一個塔片的性質 好像是托出來的 那這種獲得 這種視覺效果 他的技法 有不同於蔡德爾的這種清明上河圖 也不同於黃孝葵的那種 近似水彩的一種寫生的手法 以上我們看到的都是說 不同的當代的老中青的畫家 他們對於描繪香港 都會探索一些用不同的材質 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繪話語言 甚至他們觀察的角度都不一樣 譬如有人會看到八仙嶺 這種復古的方法是以托片和Outline的方法來表現的 又有人會關注到五光十色的油麻地 萬家燈火的香港 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好的 因為香港的美是在多方面表達的 在太平山上看到的燈火是一種 清幽雅靜的八仙嶺是另外一種 只要你能夠 想出不同的角度 用不同的方法來表現的香港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正所謂就是 每個人 你自己一萬個人有一萬個眼裡的香港 我寄希望以後未來的藝術家 他們表現香港一樣是可以很多元的 因為這真的是一個很多元 很漂亮的一個城市 一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 首先很感謝大家 網上的朋友 以及更加感謝大家來到現場的朋友 來回顧一下這段歷史 我們下面的時間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很感謝梁先生的分享 不知現場的觀眾 或者網上的觀眾 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問一下梁先生 我們有一條問題 拿一支咪給你 我想請問一下梁博士 在整個研究圖像會畫史的過程中 最欣賞是哪一張畫 你是否說我剛才以上發出 對 這個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其實我選的大部分都是比較突出 比較精彩 其實我自己本身還有部分的藏品 都是有些畫家畫這個 但是因為在做PPT的過程中 我是在歐洲當時手邊沒有什麼資料 但是選取的這些作品裡面 其實我比較欣賞的是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那個黃邦爺的那個 他畫的那個九龍火舌 因為我前面已經說到 就是說 他是融合了自然的風光 以及融合了人類的活動 甚至他採取的那個技法 他是完全是用很傳統的技法 但是他獲得的那個視覺的衝擊力是很大的 其實我選的這張已經是相對於 peaceful一些的了 他還畫過一張 是整個畫面都是灰黑色 然後那個火焰裡面 是那些燒出來的灰盡 是撲面而來的 那麼我們會直接感受到當時 他一定是會去到現場 要不然他不會有那種感覺 如果你只是看當時的黑白照片 是沒有這種感覺的 他一定是去過現場 親臨其境去看過 那麼作為一個畫家來說 因為本身我們想像中的中國畫家 當然是穿著一件長衫 絲絲文文 我們看到在圖片裡面出現的都是這種形象 但是他能夠去到現場 這樣寫生 這樣去描劃 所以結合香港的當地特有的一些風光 所以我認為他這個才是最成功的 反而他就給那些像石屠風格的張大千 或者是那些傳統的四王風格的那些黃斌雄 我覺得他的來得更好 所以我認為如果你叫我選擇 我就選這個 謝謝你 不知道現場的觀眾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其實今天的講座時間也差不多了 很感謝梁先生的分享 也都感謝各位的到來 我們接下來11月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請了藝術家岑凱怡小姐 就會分享一下她的創作生涯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就千萬不要錯過了 好 謝謝梁先生 不要緊 我快 我感覺我halt一定盯還 先年楞水 還記得那些最恣的 臉庭